虽然这几天天气冷稠稠天空一片雾茫茫 但是在东河里的河岸步道 却是呈现一大片色彩缤纷的杜鹃花 各种颜色的杜鹃花都有 也让来这里散步的民众眼睛为之一亮 芮芳区东河里无烟步道大约有一公里左右的长度 旁边有花台上头目前盛开着当季的杜鹃花 里长周树木说受到一泼泼寒流的影响 今年杜鹃花长得特别慢 很多都被大鱼打落 花矿不如以往 不过硕大便是美 民众还是觉得很有看头 不会吧 都是开很多 最近都开得很漂亮 你每天都有经过这里 对啊 我都差不多每天都有经过这边 前面都是种植杜鹃花 平常都是由我们的志工来认粮 来修剪 来除草 现在正值杜鹃花生开期 非常的美观 里长表示 这沿岸的杜鹃花 绵延长达有一公里左右 从十年前开始种植后 每天都有志工来任养维护 十几年下来每当到杜鹃花开期 总是能看到像这样的冒险场景 因为去年和到今年 这个寒流一波一波一直来 所以这个花期有比较晚 开的情况也稍微跟往年有差 天气冷的关系 里长也欢迎民众来这里散步休闲 同时可以欣赏到颜色多样的杜鹃花 也希望大家能好好维护着得来不易的休憩环境 借权威 瑞芳采访报道